你男朋友啊 他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轻度妄想症 第二是重度强迫症 你想你迟到一点 他就幻想说 你是不是跟别的男人 眉来眼去了 然后呢你去露营 露营是每个人一个睡袋啊 是不是而且一堆人啊 又不是就两个人去露营 他又幻想呢 出了很多事 是吧 而且他自己呢 跟着女孩 从一早到晚上 凌晨一点都回来 你干什么了 别人能知道吗 结果呢 你的一个高中同学 就一个拉手没拉 他的那个幻想症又出来了 人家唱了一首歌 明明只是换了一个词 他就说是情歌 是不是 他的幻想症 已经达到了 完全可以无中生有的地步 所以以后呢 很可能是你没干什么事 他就觉得你干了什么事 所以这一点上 你要是不帮他改 我觉得你未来危险 加上他还有一个 重度强迫症 就是他一定要你怎么样 对吧 他明明知道 你特别讨厌在外边 跟他吵架 那他故意要在这个时候 这么做 包括他把那些 没有的东西去说出来 包括他的扔饺子 我觉得啊 他不是自己的情绪失控 他是有意识的 理性的控制 而且他在意的 也不是那个饺子 还是他的那个 第一个问题 幻想 然后呢 他就不断地 对你加以实施控制 但我觉得他的控制呢 稍微往非理性上走 那你要注意这个苗头 你要自省一下 如果你真的爱他 我觉得你要变得理性 什么事情是对的 什么事情是错的 什么东西是你幻想的 你要控制一下自己的幻想 不要无中生有 你们两个才能有 相对比较好的人生 谢谢丽总 聂老师 什么是男友力 不是嗓门大会吼 那是坚定 勇敢 有包容的力量 他都没有啊 所以你发现相处没多久 嘿 这是个纸老虎 身上其实没有 你希望那些优点 反而都是你看不上的缺点 所以逻辑很清晰啊 你越来越不欣赏他了 越来越不喜欢他了 越来越觉得这个男人 不适合做我的男朋友 男生你为什么把所有的 不愉快都归根于 他是不是跟别的男生有互动 是因为你清楚 你的这个女朋友 心里不全是你 当然也可能 没有装着别的男生 但是他心里就是 没有满满当当就是你 他为什么甩开你的手 因为他就觉得你拿不出手啊 这要真的很在意 很喜欢你 那遇到以前的老同学了 哪怕是老乡好 那也得吹嘘一下 你看我男朋友 我有了新的爱情 我们可好了 所以你的感受是对的呀 他就是没有那么在意你呀 去外边露营 固然这个事情无可厚非 但是男生就是不喜欢女生 那么草率 第二天才认识的朋友 就去露营 这个没有对错 每个人的对生活的看法 对关系的相处不一样 但是女生就是不愿意听你的呀 为什么 就心里没有权势你 你越大声地喊他 只能让他心里越来越坚定地认为 你不适合他 所以我看起来你们关系很清晰 女生没有那么喜欢他 或者是越来越不喜欢他 甚至是开始讨厌他了 既然你觉得不适合 为什么还要用这种 所谓给你唱歌 来表达对你的喜欢 这种事情来刺激他 他本身就是个易怒的 很难控制情绪的人 你也别惹他 你真的惹他 有一天说不定他控制不住 动手了怎么办 不要去迁就你不爱的人 你走就好了 年纪轻轻地 找一个适合自己的 和你能一起看星星的 让你觉得特有男有力 见了面 不管谁看到你们俩 你都愿意拉着他口说 这是我男朋友 男生 你敏感地捕捉到了他不在意你 你要不提高自己的能力 让他爱上你 要不你就放开他 去好好修行自己的力量 真的做个有力量的男人 才能拥有一个 渴望有男有力的 你的朋友 谢谢 谢谢严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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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